大家好,今天出片的時間就晚了一點,不過沒辦法 始終是歐聯決賽賽後平,要準備得好一點 大家也要記住明天禮拜一晚8點 記得打電話上來封閉直播節目,跟我們一起談談歐聯決賽 今天大家都知道,我立即會講歐聯決賽賽後平 不過講之前,我都要回顧一下我是怎樣預測的 那我簡直就是展開我預測的影片所講過的這一段說話 這一段的展輯,簡直都算是這場歐聯決賽的超簡短賽後平 好啦,大家聽一聽 如果他想到杜曹的回應方法,哥迪奧納又可以見招拆招 不過都有可能走錯路 就是如果轉回4231主攻,超級主攻,一開球就壓回前面 想著對這個車路士的密集 這樣的話,就是走錯路 這樣想的話,就是進入了杜曹的圈套 或者可以叫做哥迪奧納的聰明反臂聰明5 哥迪奧納自己翻回4231主攻 超級主攻 即是變回4強的格局 即是又跟對方對攻,又釋放車路士的快攻能力出來 萬成同樣都輸 所以這次是不可以還原基本步的 不可以回到主攻和對攻的 一定要繼續在三中堅結構裡面走下去 即是本身你都是要繼續虛張聲勢壓迫 後防線的深度首先要救 這樣你是要首先繼續抵消車路士的快攻機會 OK啦,回來了 其實當時我的預測,大部分的蝙蝠 都是說萬成會用三中堅結構 是用什麼方法去贏這個車路士 但我都恐怕哥迪奧納會出事 所以我都跟大家說 如果萬成是打4個後衛的話 甚至乎來過超級主攻4123 就輸了 誰知道哥迪奧納今次 又真是再次出事了 又真是再次被我說中了他怎樣輸 而且浪費了我跟他想的戰術 浪費了我的心機都真的挺令我失望的 有人就問我 你今天需要進入憤怒模式 需要不需要強力招呼這個哥迪奧納 那我想呢 都真的要了 今季最後一場的蔡侯萍都要我憤怒的 不過呢 憤怒之前呢 我都回應一個網絡上的傳聞 有人就說 喂 何榮你呢 歐霸決賽 歐聯決賽全部中了 那你不就是發財了 那我就真的要跟大家澄清 我真的沒有買到的 我不是說買球有什麼問題的 就是大家小島移情考一下眼光玩一下 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但是我的身份呢 就絕對不可以買球的 我以前都解釋過了 我不買的原因呢 是我要保持客觀 這樣才可以保持著我預測的準確性 如果我自己都買下去的話 我就主觀了 主觀了就影響了我的預測結果的 所以我是可以向燈火發誓 我真的沒有買的 我是為了我的專業身份 為了我的足球理論 以及為了大家 是可以有最客觀的分析預測 所以我才不買的 即使我估得有多準都好 我都沒有可能會透過買球去發達 這個是我的命運來的 我維持著有收入的方法 就真的靠大家加入Patreon 還有就是支持下贊助我的產品 例如以下這個 最近很多香港人都說要用VPN 大家作為足球迷一定是上網看球的 經常都會遇上 畫面所見到的這個問題 但是如果你用了VPN的話 就可以隨時去到63個不同的國家 1700個不同的伺服 我們可以多看一些我們地區本身看不到的連結 另外大家看Netflix 都會知道不同地區有不同的影片 VPN就可以帶你去另一個地區 令到你可以看到不同地區的影片 現在網上看的東西看得越多 留在家中的時間越多 其實都可以幫助大家 消磨時間 亦都可以保障到大家的健康 有例如大家同我一樣 都喜歡打機的 未來一定是買數位版遊戲 網上交易一定是大趨勢 一定有幫黑客是會 準備看準市場蠢蠢欲動 所以千萬不要讓黑客有機可乘 VPN 說明是virtual private network 將大家所發送的密碼 網上的交易全部變亂碼 再傳到外國的伺服 和世界各地不同人的資料 混亂 黑客就偷不到你雞了 現在我何鷹所選用的surfshark VPN 就是保證不會儲存大家的data 而且大家只要用我何鷹 這七個英文字母 去申請surfshark 是立即有17折 83%off 頭三個月還要免費 維港幣17.15 一個月 還可以讓你無限裝的 你想裝多少的device都可以 你裝他的手機 電腦 和遊戲機都還可以 有什麼問題都可以30天內存款退還 所以 按下去下面那條 何鷹專屬優惠link 一於和何鷹一起用surfshark VPN 2021年歐聯決賽的蔡侯平 可以由神根8號 跟道簡傳出受傷開始講起 開波之前幾個小時 有萬成球迷很緊張跟我說 跟道簡可能出不了受傷 問我怎麼看 當時我想 其實也不用害怕 打三中堅嘛 不需要太多中場中 有Feylandino和洛定都還可以 不會影響了 就是萬成淘汰巴黎的那套戰術 所以當時我就表示不太擔心 誰知一開波就竟然不是三中堅 這裡我已經開始害怕 而且竟然是沒有Feylandino 有人說 萬成的結構是沒有正式的防守中場 也有人說 用跟道簡是硬打防守中場 這一著是錯的 這些說法我全部都認同了 整件事就好像熱刺那邊的新教練美神 打大戰用榮絲這些對抗性不夠的球員 去打防守中場 即是等於用跟道簡去打大戰的防守中場 但其實榮絲的身邊 都會有個賀志比 熱刺都不會打單一防守中場 但是萬成竟然是用跟道簡 打單一防守中場 那即是怎樣 即是哥迪奧娜 這一次的做法 還差過熱刺的新教練美神 哥迪奧娜竟然去到決賽 才說來做得偉過的新教練 而且竟然是沒有用三中堅結構 之前看英超的賽事對車路士的時候 用三中堅結構後防線有足夠人手去阻擋車路士打快攻 令車路士沒什麼快攻 那次是很成功的實驗 為什麼這次不繼續用 之前對車路士的英超賽事用高波直接踢上對方後防線 繞過對方中場的簡迪避免的覆蓋率 是很成功入過波 而且也搞到當時的簡迪是沒有了表現機會 那為什麼今天又打回寫一二三超級主攻地面組織 地面組織就立即給簡迪做MVP 今天的簡迪就瘋狂地面掃蕩 很厲害 數據都贏了你 為什麼哥迪奧娜你之前做這麼好的實驗 但是你今天不用 那你之前的實驗是做來做什麼的 你玩東西 這屆兩場歐洲的決賽 輸球那一邊 就是無論曼城還是曼聯 都是輸在沒有用三中堅結構的 曼聯就只不過對維拉里爾 但是曼城是對著車路士的 車路士是全歐洲打快攻的組織 最強的球隊 你哥迪奧娜不能不防 而且我們肯定知道哥迪奧娜本來是懂得防 如果不是他怎樣淘汰巴黎 淘汰巴黎的方法就是前面只是做虛張聲勢壓迫後邊的後防線深度保持足夠 不給空間 巴黎打快攻 好成功是局限過安巴比的 既然曼城是懂得用這種方法在四強淘汰巴黎 正常來說大家都會認為 曼城或者哥迪奧娜同樣是懂得在決賽用相同的方法應對 就是類型跟巴黎差不多的車路士 誰知道 哥迪奧娜一開球 就做個徹底的全場壓迫 一看到就暈倒了 後防線經常在中線附近深度完全不夠被車路士打快攻 那就是等於拜仁慕尼克被巴黎淘汰的玩法 你加上今天後面是四人後防線 只有四個人 十分鐘就看到曼城後面散散散 後防線疲於奔命跑回來 史東斯跑到一坡路 帶阿斯跑回來攔截不到 拿不到球變成宋大禮 十三分鐘這一次就是車路士已經有第一下反擊黃金機會 只不過是天武雲拿的射門不夠力 車路士上半場 最有體能的時候 感覺是十分鐘至二十分鐘之間 是可以大概每隔一分半鐘 就做到一個有效率的快攻 或者組織打出去 而且是可以能夠以射門作結 二十分鐘之後累了一點 但是同樣可以每隔五分鐘 就有一次這樣的組織出回去 是定時定後 搞到曼城的後防線疲於奔命 你後防線還是保持深度不夠 你曼城還是徹底全場壓迫 真是吃力不討好到你不信 我真是不知道為什麼 哥迪奧納要這樣做 整個徹底的全場壓迫 在上半場只是幫到曼城換到十六分鐘的一次反擊 就是壓迫成功搶回球前面 展開反擊敵布尼交給科登入禁區 那下射門機會 喂 只是換到這個機會回來 你這個戰術只是一次機會拿到回來 但是你這一次的戰術 就給車路士有四至五個以射門作結的快攻機會 包括41分鐘 夏維迪斯的那個入球 你說 曼城你玩這個徹底全場壓迫後防線保持深度不夠的戰術 就著不著數 去街市買菜的那個司拉 都懂得回答你說不著數 你哥迪奧納你現在是等於 用塑膠去換一個蘋果 用A5的和牛 去換一塊巴西豬扒 用啤酒去換清水 所以你變回捉腫杯四強 給車路士打快攻入球 根本是重複犯錯 但是最慘的地方 就是捉腫杯四強之後 哥迪奧納明明有兩次的實驗 是做得很好的 是足以可以解決所有問題 但是淘汰巴黎的虛張聲勢壓迫 和英超的三中堅結構去了哪裡 而且你玩超級主攻地面組織 你哪有可能沒有選擇路 你打得超級主攻就是進攻 你進攻當然要有 簡歇路這些進攻的時候 多才多藝的人 為什麼這個又沒有正選 就算哥迪奧納說擔心 簡歇路的防守能力不好 我也說了可以用三中堅結構 打多個中堅 去保障簡歇路的身後 你說擔心三中堅結構 面對密集無法主攻老鼠拉龜 我還不是說這個世界 有一樣東西叫做變形 我真是被你擊死了 哥迪奧納 變形系統 連你的徒弟阿迪達都懂了 你搞什麼東西 你說決賽玩變形系統太過複雜 怕球員執行不了會弄口反絕 我還不是說 你繼續三中堅 這個是無法主攻老鼠拉龜 沒有所謂的 你真是老鼠拉龜又怎樣 你前面不能入球 但是你後面有五個後衛 擋住對方的快攻 你後面不失球 你還有機會 你後面失球 你就輸球 但是你呢 就是被人打快攻的時候 後防線都是在中線附近 人家背身後 一個直線 就大把空間 給了這個夏維迪斯 單刀入球 是人都想到車友士這樣踢的啦 你都比車友士這樣踢他們最強的強項 有沒有這麼愚蠢啊 其實曼城根本是有優勢的 就是體能優勢嘛 就是我猜當時 杜曹的心裏邊呢 都是掩著半邊嘴 笑死你了 哥迪奧娜 唯一可以解釋 哥迪奧娜為什麼一開始 走超級主攻4123的呢 就是哥迪奧娜打算 回歸基本 用最熟悉的戰術 去打決賽 而他最熟悉的那隻 就叫做超級主攻4123 即是10年前用過來拿歐聯冠軍的結構 是10年前 2011年 但是他完全沒有想過 10年過後啦 以及10年前的曼聯是因為曼聯進攻壓迫 令巴塞有很多空間進攻 是贏得輕鬆 今天的車友士不是這樣的嘛 而且今天的車友士打快攻 是比10年前的曼聯勢很多的嘛 10年前的曼聯進攻點是小豆、朗尼、華倫西亞 平均的速度真的不算快 但是今天的車友士 天武、雲娜、Maiserman 只是這兩個人啊 這麼年輕啊 都比小豆和朗尼 和這個華倫西亞啦 哥迪奧娜你怎麼可以用10年前的戰術的 這班曼城球員都不能夠跟當年巴塞球員比較啦 科登不是美斯 Sterling不是柏道 馬列斯不是大衛偉拿 根道簡不是普斯基斯 迪布尼不是印尼斯達 小斯華不是沙維啊 你怎麼能夠直接倒帽那麼愚蠢啊 你是不是跟我們說啊 一旦沒有了印尼斯達、沙維和美斯 你就不懂得拿歐聯冠軍啊 原來哥迪奧娜還是圍留在10年前的歐聯決賽那一輸 那我終於都明白了 我終於都明白了 原來哥迪奧娜你這次不是食菜藥 食菜藥都還有得救 但是這次呢 就叫做無藥可救 因為呢 就幻想了一隻東西叫做 阿滋海蜜症 即是俗稱老人痴呆 病症呢 就即是最近發生的東西就不記得了 就只是記住很久以前的東西 啊 這就解釋到為什麼了 他忘記了近一個月那兩次那麼好的實驗 就只是記住10年前的溫布萊歐聯決賽 阿滋海蜜症 是無藥可救的 而且呢 亦都有以下的病症 包括呢 就是對時間與地點產生困惑 喔 時間的地點產生困惑 即是忘記了今天打決賽 是以為呢 是在打聯賽對藥隊 或者甚至以為呢 在10年前對著萬聯 那另外 還有呢 就是視覺與空間的概念是出現障礙的 我明白了 他給那麼多空間車路士打快攻 因為他對於空間的概念 是有障礙 他不知道 是給了空間車路士打快攻的 他亦都不覺得呢 自己後防線深度不夠有問題的 喔 還不是老人痴礙 還有啊 就是判斷力反應變慢 喔 即是今天這樣 去到63分鐘 才知道 是要有個正式的防守中場 費蘭丁奴 去到63分鐘下半場 才懂得說換他進來 反應多麼遲鈍 其實啊 下半場有費蘭丁奴正式防守中場派牌 反而進攻順了一點 啊 都真的有個破密集的組織 終於有4231的效果 兩次的破密集組織都是費蘭丁奴派牌 所以就是說 你上半場為什麼不是他打正選啊 費蘭丁奴那個位呢 就不是曼聯的卡雲尼前鋒位 卡雲尼前鋒位不停要爆 就真的不可以打正選 但費蘭丁奴是打防守中場 他不需要經常加速爆 尤其是如果你曼城能夠打到虛張聲勢的 壓迫後防線深度夠 防守中場是不需要太多爆的時間 那就不是說好消體能 費蘭丁奴是可以打正選的 而且下半場落後 你才加個防守中場都怪雞啦 所以根本啊 你這個調動啊 是要一開球 10分鐘或者20分鐘左右 未落後的時候 就要換的啦 你未落後的時候就應該要看到 是不夠防守中場啊 十幾二十分鐘 就要費蘭丁奴取代小思華的啦 就算你說是沒有人在十幾二十分鐘調動 我都是這樣說 喂 你現在真的一開頭做錯了 就等於 你 第一日上學 你發覺自己選錯課 你都很趕快轉課啦 轉major啦 你讀到第四個 甚至year4你才來想著轉 你不如重讀好過啦 整個大學生涯重讀啦 慢成下半場打得好一點 但是好壞不壞 你上半場是太過早玩全場壓迫 後防善心度不夠落後了 你落後了下半場緊張一點 你緊張一點就破密集 就難一點做到的啦 誰叫你上半場落後嗎 所以徹底全場壓迫 就當然不要上半場做 你不如都下半場才來玩啦 下半場車路是累一點的 快工速度沒有那麼快 你下半場才來這樣做呢 你危險性大減嘛 那慢成就很大機會上半場不用落後了嘛 上半場不用落後 下半場條路就好走很多了嘛 就等於那些人是聰明的學生 都懂得說考試出貓呀 都等到臨尾 臨收卷之前 兩個多三個小時 那些考官開始睜眼睡 你才好出貓呀 大哥呀 你一開卷就出貓 那些考官最精神就是一開卷的時候就盯緊你了嘛 盯緊你都還出貓 你豈不是愚蠢呀 不過這個當然是比喻來的 我不是鼓勵人出貓 我們當然要像今天的車路士那樣 用真正的實力 去拿這個歐聯冠軍 以下就開始講車路士 稻草就及時在決賽之前反省 這次就很大作用了 詹姆斯就不再打中堅了 打右邊wingback 舒服了啦 其實他防守的時候同樣可以洩進來中間幫手 防守 一樣是可以 而他打這個右邊wingback 基本上是收死史達寧的啦 而且進攻的時候 他在邊線那邊就不需要在中路那邊連結 那就解決了他中路連結會失誤的問題 而且車路士的快攻組織應該是有練過一下套路的 值得賺 我經常都看到當曼城一全場壓迫的時候 車路士後面拆球 就很快轉過去左手邊的捷維爾 捷維爾就第一時間交給Mason Mount 很多時候都是用這種套路而Mason Mount就立刻做上去 他們入球就是這樣入 Mason Mount的直線 還有些像這個林帕特的感覺 而且這個戰術也完全掩蓋到夏維迪斯打右邊的問題 其實本來夏維迪斯就不是打正前鋒的 是打右邊 本來其實是有問題的 不過幸好今天就很少用右邊上波 很多時候就靠左邊上 夏維迪斯 就變了可以移入中間 接應左邊進來的波 就變回他打正前鋒位 就不需要他打右邊 進攻的時候他不需要打右邊 他防守的時候才是右邊 他進攻的時候不用打右邊 不需要超級連結打正前鋒 即是不需要推進 不需要推進就掩蓋到對抗性的問題 而且他打正前鋒就贏在起跑線 就單刀搞定 不過車路士最關鍵的戰術 都是我以下所說的這個 就是杜曹竟然懂得調轉頭 抄曼城在四強淘汰巴黎的戰術 車路士這次 就是用虛張聲勢的壓迫 後防線深度保持足夠 很多時候就回來收縮 所以 曼城根本 就完全沒有快攻機會 車路士的整體戰術 就是好 所以 即使泰高斯華受傷都沒有所謂 曼城 就是欠缺車路士打決賽的態度 人類歷史上的足球決賽 比賽的品種 通常都是速度緩慢 假對攻 當然有他的理由 大家都是虛張聲勢壓迫 保持這個 後防線深度足夠 就會打成速度緩慢 假對攻 當然有理由 決賽最重要是什麼 穩陣先 不要落後 0比0不重要 不是在打聯賽 打聯賽0比0失兩分 當然不行 但是打決賽是沒有失兩分這回事的 戈迪奧娜 一直0比0 就真的還有機會 杜曹就懂得這個道理 但是戈迪奧娜 竟然是有這個 阿之凱密正 以為自己還在帶巴塞 甚至以為自己踢西甲 用打聯賽的方法打決賽 當然是失敗 最後我恭喜車路士 杜曹的確是車路士救世主 就算英超那裡 真是不幸運 最後排第五都沒所謂 因為歐聯決賽 都拿到冠軍 都可以通過歐聯冠軍 入下一屆的歐聯分組賽 杜曹半季上任就能夠拿歐聯冠軍 亦都令人想起 2012年 歐聯冠軍的教練 迪馬提奧 今次的Patreon片尾彩蛋部分 一起就比較一下 這兩年的車路士歐聯冠軍 記得就是要加入Patreon 若果你都想對於何榮的堅持 去作出實質性的支持 你可以加入Patreon 其實港幣40元都不用就很幫到手 已經聽完所有YouTube可以聽的片 亦都有片尾彩蛋 還有獨家的Patreon節目 包括預測和其他的節目 當然就是沒有廣告的 7元美金的話 再加上每個月兩次的專屬直播 收到賽前的陣容 再有30分鐘的直播預測 9元美金就直接有精裝版的微觀昇華同步 現在的微觀昇華同步就去到精裝版 會對比本周所有的賽事 來一些更加清晰更加精闢的評論 不會重複 是蔡侯萍當中講過的論點 是有更加多額外的 更加深層次的分析 希望在Patreon見到大家 若果你是沒有信用卡的話 不要緊 你可以安裝一個拍照 即是Tap&Go的程式入手機裡面 或者八達通App入手機裡面 然後你就去便利店增值 就可以當信用卡這樣用 多謝大家了 拜拜 拜拜